老人病逝下葬后 家属接到医院通知 弄错了人还活着 这个也是奇葩 他们一开始是收到通知 这个医院通知老人抢救 无效去世了 办理了丧事 下葬完了以后又收到通知 那个医院里都有两个老人 弄错了 那个通知也通知错了 去世的不是他们家老人 家属说他母亲今年87岁 之前一直住养老院 12月27的时候 养老院通知老人身体不适 送医院了 然后第二天凌晨就说 老人病危了 十分钟后就说 老人抢救无效去世了 他们赶到医院后 看到逝者手上戴的手环 写着自家老人的身份信息 然后院方出具了死亡证明 然后家属核对身份信息 并掀开不连确认遗体后 把逝者带回家准备 被丧尸 第二天打来电话说 弄错了 他们家老人还在医院里 还活着呢 是另一个老人去世了 信息错了 然后但是他们已经把 前面这个逝者带回家埋了 他说哪个环节出错了 院方没有明确情况 他就说这个逝者和这个 他们这个被传错信息的老婆婆 是都是手环和床位信息弄错了 他是来到医院以后 他们那个病床上还有手环 床位信息都已经更换成正确的了 应该是 但是这个死掉的老婆婆 和这个87岁的尹婆婆 她是同一天入院 她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弄错了 可是死的那个人是73岁 两个人相差了14岁 死者家属说 我们家婆婆住院 住了三天 院方才发现问题 这样失误太大了 就说要求医院给个交代 但是院方说 弄错了老人和死者的信息 的确是医院大意 她也不是很清楚 具体哪个环节出错了 导致弄错了两位的信息 但是呢 底下网友就开始讨论了 这虽然医院班两个人弄错了 并且信息弄错了 并且也通知错了 但是两个人相差14岁 现场那么多家属呢 你认领尸体的时候 怎么就没认出来呢 感到不可思议 然后家属辩称说是 因为病房里当时光线昏暗 死者的发型和自家老人很像 所以没有多想 看了老人手环的信息 和医院给了这个死亡证明的信息 就把死者带走了 入院的时候 医院应该核对老人的身份 姓姓姓名和年龄等 当时医院就登记错了 有过错 然后就说走法律程序 择日在意 网友就说 这很明显就是把老人扔在养老院 很长时间都没有去看过亲人 自己老人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 而且老人过世一般都会擦身子 给换兽医的 这家儿女真是心大 老人走完以后 尸体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怎么能半天看不出来 这不是自己亲妈呢 弄了半天弄了别人的亲妈 你这家儿女生 这家儿女生